好,今天老师要来跟同学介绍的是 如何使用Jogibla来做几何图形的验证 那我采用的是104年国中教育会考数学科的考题 第15题 如图时,坐标平面上有A的坐标叫0.A A告诉我们大A0,所以A是在Y轴的上方 B-90在X轴的左方 C10.0在X轴的右方 然后又告诉我B,A,C这个角度是95度 要验证A,B,C的外星是在第几向线 那我就在Jogibla上先找出的一个坐标 C就是10.0 B就是在-9.0 然后再使用Jogibla的指定角 画出了这个角度95度 然后找到A的地方 那接下来在我们国中第五册 第二章告诉国中第五册第三章 告诉我们说要去找外星怎么找 那外星的定义就是一个三角形内 三角形的三点 有一个圆 外接圆可以通过的 那个圆就是外接圆 的圆心也就是外星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找 AB线段的中垂线 跟AC线段的中垂线的焦点 所以我使用Jogibla内部 这个功能有一个中垂线 那中垂线告诉我就是选两点或一线段 然后选AB这两点得到了这个中垂线 那我再来一次 我找AC这两点得到这个中垂线 那发现这两个中垂线的焦点是在这个地方 那坐标到底是多少呢 我就用Jogibla内部的焦点 选择这个物件 再选择这个直线的物件 就是在珠点 那发现珠的焦点中垂线就是0.5 逗点负7.5 X是正 Y是负 所以位在第四向线 所以我们就验证出来说 这一题三角形ABC的外星是在第四向线 所以我的答案就选择珠 这一个选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